其实银舌病是一个不会传染给其他人的病 是一个非传染性的皮肤病 基本上它是一个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 自己身体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皮肤 会刹身很多发炎因子 而令皮肤一直发炎 所以这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 银舌病病人的皮肤会出现很多红色斑块 这些斑块是红色厚的亦有很多皮泄 有时病人都会跟我们说很痕甚至很干的现象 分布其实全身的皮肤都可以受影响 特别是例如发线、头皮里面、耳朵后面 手肘、背脊、膝头膏这些位置都会有发生 有时还可以影响手指的指甲和手指的关节 或者尾龙骨都会影响 银舌病除了会影响皮肤之外 亦都可以影响身体其他很多的器官 这些我们叫做银舌病的拱病 拱病的意思就是 它也会影响到其他身体很多重要的器官 例如比较常见的关节炎 即是影响手指的关节 尾龙骨这些关节位置 亦都会和其他病有关联的 例如糖尿、血压、胆固醇、心脏血管的疾病 或者脑血管的疾病 重要一点是值得看的 就是银舌病是很影响到病人的情绪 它都和抑鬱症是有一个关联在的 我们经常见到病人都会和我们说 说有银舌病之后也心情低落 这方面都一定要注意 除了我们用一些传统的外用治疗的药物 例如铝固醇药膏、维他命D药膏之外 亦都有很多例如传统的口服药物 又或者照紫外光灯的治疗 近年会用多些的就是一些生物制剂的治疗方法 生物制剂基本上是一些局部 压抑住免疫系统的药物 很多时它的效用和安全度都非常之好 很多病人用了之后 亦都令银舌病的控制 是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在情绪方面 我们有很多病人 其实都已经加入了一些银舌病的病人组织 其实这些组织在香港已经有好一段日子 很多病人跟我们说 加入了一些组织之后 第一又可以和其他病人有沟通 原来知道不是只有自己一个有这个病 亦都会知道有很多渠道可以帮助他们 亦都有很多例如他们会定期开会 给予很多资讯 很多support group 就是这样 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需要帮助他们一个人 然后他们使用这些东西 最初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